5月5日,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出席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时,汇报了香港整体治安情况报告。 他表示,据警务处数字,2019年香港整体罪案数字59,225宗,较2018年增加了约5000宗,上升9.2%,为2007年以来首次回升。 香港修理风波中,共有801人被捕,其中有3286名学生。 邓炳强透露,其实,2019年上半年整体罪案数字已经较2018年同期下跌,但此跌幅被7月起因修理风波衍生的大量罪案数字抵消,导致全年罪案数字大幅上升。 香港警方2019年的整体破案率为37.1%,比2018年下跌9.4%。 自从去年7月起,反修例事件所引起的大量暴力和违法行为,包括刑事毁坏、纵火、妨碍公安的罪行,即是暴动或非法集结等, 以及披露未经资料使用者同意而取得的个人资料,即是一些起底相关的罪案, 是大幅增加了54%去到36倍不等,令到下半年的罪案数字不单止已经抵消上半年累积的跌幅,更加是令到2019年全年的罪案数字是自2007年首次回升。 邓炳强表示,按案件分类,2019年增幅最多的案件分别是刑事毁坏案、盗窃案和纵火案, 分别较2018年增加2626宗、819宗和637宗, 而车内盗窃案严重殴打及伤人案分别增加437宗和339宗, 而港铁设施被破坏案有412宗。 邓炳强也谈到,香港修理风波中共有8,001人被捕, 其中有3,286名学生占全部被捕人士的41%。 学生里6成是大学生,4成是中学生。 未成年人犯案比率从2019年7月的6%升到2020年2月的30%。 他指出,被捕的青少年都是受害人, 是被别有用心的人士鼓动作出违法行为, 被虚假新闻误导产生对特区政府及警队的仇恨。 这些别有用心的人士自己及子女不参与暴力, 任由别的年轻人犯法坐牢而享受政治红利。 由去年6月到今年4月15日, 一共有8,001人被捕, 已经被起诉的有1,365人, 其中566人被控这个暴动罪。 需要承担法律后果的到目前为止有87人, 包括被判要签保守行为的有29人, 另外被定罪的有57人, 其中15人已经被判监禁, 刑期由两星期到14个月不等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